有人看过2004年的报纸吗 在我们小的那个时候 特别实行一件事叫做简报 就是我们会把报纸上 那些感兴趣的部分剪下来 贴在平时不看的杂志 或者是笔记本上 整理成一本像书一样的册子 最近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 居然就翻到了我在小的时候 那是我在上小学时候做的简报 简报在当年可能就相当于 如今在短视频里的收藏功能吧 只不过是手动的 很有意思的是 我还发现很多在如今盛传的谣言 还有那些荒谬的说法 原来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了 比如这个什么光明女生蝶 价值36万 还有这条 煞有介绍的说 有市民在武夷山发现了什么蜂鸟 然而图片呢 其实就是一只在白天采密的铺冷鹅子 这是一只咖啡透视天文 我之前也无数次说过 在中国并没有蜂鸟 在中国最容易被当作蜂鸟的 就是鹅子 以及那些插尾泰牙鸟 翠鸟等这些小型而且漂亮的鸟类 真正的蜂鸟 只分布在遥远的美洲 今天看到自己小时候的简报 觉得特别有意思 和大家分享一下 也感叹 虽然信息的媒介 从纸张变成了现在的视频 但是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 并没有变化 好了 那咱是什么魅力 就继续 继续 继续 继续